可能碰触不到大众 但是碰触到一些人 是重要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戏剧的影响力潜移默化 既广又深 大爱《明日之星》第一堂课 请来蔡明亮导演 说说她的心如历程 和她心目中所谓的戏剧又是什么 就是想要说一些台湾的故事吧 然后一些比较现实主义的 蔡导演说 她觉得最好的演员 都是从街上找来的 她刚才自己说 她非常喜欢素人演员 比较自然一点的东西 第一个现实的条件是放松 你要去找到你的一个机会 然后你就会有表现 这是我的想法 要融入这个角色 你是要从心里面 在那一刻 你就是那个角色 大爱剧场20年 希望注入新写 也给年轻人更多展现的平台 争选27位素人演员 透过一系列的课程 将成为新一代的明日之星 安排了一些课程 我们也要求一些 很优秀的一些师资们 来帮这些人上课 然后也可以扩增我们大爱的心血 在大爱剧场这一块 看大爱的频道 不管他们是戏剧 还是他们的一些节目 我觉得让我自己 可以深信上面 可以放松 然后我也希望 藉由这次大爱的争选 然后一好的诗之 然后让自己在演员的状态上面 还有自己的实力 然后可以更好 有了年轻人的加入 未来的大爱剧场 期盼有更多新的火花 用真实故事继续感动 无数的观众和家庭 大家新闻了 压力健宽 台北报导